网友们 你一定不敢相信吧 我身后这颗被雷击过的烂木头 它竟然能值好几万块钱 事情是这样子的 在前段时间过新年的时候 有老板来我们这边做客还是理由 就看到了这颗烂木头 于是他想花几万块钱买下这颗烂木头 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就是 这颗烂木头它究竟有何用途 为何老板要花几万块钱来把它买下来 但是都遭到了主人家的拒绝 那么这颗被雷击过的烂木头 它究竟有啥用途 待会就记录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来看一下 就在我身后这个位置 也就是我们村的河边 就生长了好几棵这种的百年大树 您一定意想不到像这种正常的大树 还没这颗被雷击过的木头值钱 像这颗被雷击过的烂木头 它竟然能值好几万块钱 令很多的人都匪夷所思 最主要的是这个大树的主人家 对它也甚至了解 说这颗大树根本不止几万块钱 最起码都能值上百万 待会就给大家看一下 看看这颗烂木头 它究竟有什么价值 就是眼前的这一颗烂木头了 它在去年冬天的时候 我们这边下大暴雨 然后它的树干顶端那边就被雷击倒了 然后就凸顶了 就在去年过年的时候 就来了很多的老板来这边做客 还是旅游的 就看上了这颗木头 想要花几万块钱把它买下来 但是都遭到了主人家的拒绝 主人说这颗木头可不简单 它是百年的沉香木 然后的话非常的值钱 像被雷击过之后 更加值钱 都能值个上百万 为什么这样的沉香木 被雷击过之后会更加值钱呢 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 据知情人透露 像这种被雷击过的烂木头 不管是什么木头都很值钱 是根据这个木头 它的硬度来定价的 像这颗木头呢 它又上百年了 然后又是沉香木 所以主人家呢 认为它能价值上百万 为什么这么说呢 相信很多爱好工艺雕刻的人就知道 像这种的雷击木 它做成那个天雷珠或者天雷串之后呢 一串都能值几百上千块钱 像这颗这么大的呀 最起码都能做几十上百串 所以认为这颗雷击木啊 它非常的值钱 这颗雷击木呢 它是沉香木 还可以流出那个沉香油 做那个药材呢 也是非常非常的珍贵 所以这颗木头啊 主人家认为它非常的值钱 尽管是几万块钱啊 也不愿意卖 那么对于这种的雷击烂木头 朋友们又有多少的了解 可以将你们相关的看法 分享出来 进行留言互动 或者将视频转发分享 让更多的人讨论一下 喜欢看农村奇人义士的朋友呢 也可以给我点个关注 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了